1年2013台湾灯会主灯 腾脚起盛昂首傲然 围绕主灯的四大复灯 同样美丽动人 位在宗教祈福灯区内的复灯 风采敬宝 大大的聚宝盆内堆满财宝 象征新的一年裁员茂盛 民众争相与大元宝合影 沾喜气 位在烛光产业灯区旁的巨大皮修 脚踩钱臂姿态威武 皮修是传说中以前才为时的神兽 同时也是趋吉避凶的象征 祝福游客福禄招财 位在主灯区内 象征大地草木丰美的大象 脚边有仙鹤和福禄相伴 饱满的身形在配上灯光变换 庄严又洗精 白鸟之王的凤凰展开五彩翅膀 祝愿国家富贵吉祥 这就是带小朋友过来 一起去了解一下 他没看过灯会 这他们第一次来 那看他们的环境感觉怎么样 非常漂亮 这边我觉得这次做得很好 都不会觉得很拥挤的感觉 然后吃的部分也安排得蛮好的 很棒 祈福登陵用新竹县的在地农产 柿子为发想概念打造而成 取柿子的谐音含有事事如意的期盼 在灯会各服务站发放的祈福小卡 让赏灯民众能把愿望寄托在祈福登陵 期望事事如意 除了四大副灯和祈福登陵 主办单位交通部观光局和新竹县政府 用心设计了三座美丽的迎宾门来迎接贵客 就在祈福登陵后方 以LED灯泡组成 象征晶圆的精彩门 配合环场光环境变化万千 由上千颗红灯笼组成的迎春门 巨大的立体春字起气又吉祥 抬头仰望更能感受到传统节庆 张灯节彩的热闹氛围 圆湖拱门造型的飞腾门 走进其中仿佛置身闪亮星海美丽迷人 民众忙着拿起相机留下纪念 璀璨亮丽的台湾灯会就在新竹县 用心打造每一个灯区 让所有到访的游客留下一辈子难忘的回忆